感謝您收看 我愛冰冰秀 要記得多多分享 和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旁邊有一個小鈴鐺 記得要把它打下去喔 我的新作品都會緊跟您說 記得多多分享我們的節目 我愛冰冰秀 RESHOW 夏琳 我們這個阿嬤的唱歌 就是頂到 穩定 台語頂到兩句真的很重要 所以很多歌手未來對這個舞台 越了解 然後越熟悉 他就越頂到 頂到很重要 這今天我就覺得 他們每個人的表現都真好 電影有聲音的大聲 但是這個舞台你再久 你就懂得頂到兩個字是什麼意思 會非常棒 這個真的你做到了 我講的那三個字 不要了解 真的不要了解 你還真敢耶 像他為了唱這首 他還要拜託這兩個跳舞 為了拜託他們兩個 就去買這兩個術術給他們 還有做這個一身衣 是喔 你這樣比較像車長 你的車長 那你看他的表演怎樣 其實我聽過 我看過很多男生唱過這首歌 陳孟賢也唱過 陳孟賢 對啊 可是我沒有聽過女生唱過 對啊 唯獨有一次而已 是鋼管秀 鋼管秀 每個人真的很特別 可圈可點 來 瑞琳姐 台詩玲 你唱歌進步太多了 你以前 不然以前唱台語歌 那個嘴型太大了 可能是習慣 習慣 然後他現在慢慢自己在修正 也是那兩個字 頂到 頂到 這樣就對了 那雅露也很有想法喔 自己都很有想法喔 謝謝 剛剛那一段阿文表現跳舞 那個真的是絕了 怎麼說 跳得真好 謝謝 一個人沒有辦法分出好壞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但是 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 人家剛剛江志豐說 他對這些人不熟 他對雅露也不熟 他說 這個女生跟阿文這樣舞搭起來 很搭 是很搭調 很好的 人家一起搖滾 一個到最後兩個人 應該一起的動作 兩個人都非常的成績 很棒的 阿文謝謝 雅露也很棒 雅露 謝謝 這個明亮的歌聲 有你特別的那種甜蜜啊 溫暖啊 是一個很不一樣的聲音 也很棒 可是明亮你真的要 有時候還是要檢討自己 是 因為你的眼鏡已經長到後面去了 眼鏡長到後面 他待會 你怎麼會戴在這裡 沒有啦 那是照相 他待會應該有表演 你看他們兩個穿一樣的嘛 沒有人我只看他們兩個穿一樣的 說這兩個是要唱三個 這兩個小孩一定有問題 思維今天表現很好 我知道在跟尤娜講 尤娜你唱得也非常好 身材又好看 我一直看你的腳踏 但是唱歌你要全神都在裡面 要沒有尤娜 你還有尤娜就不對了 好 然後進去像我這樣 像你唱得還在疼 啊 嘉賓對不對 你這首歌叫嘉賓嘛 別人在結婚我是嘉賓 那個真的要打胸部 你就要用力極了 思維做到了 思維做得非常好 所以思維有一次 MVP 思維有一次因為唱到最後 因為姐姐經常講到要進入那個期間 思維到最後 我記得有一首歌 他就忽然之間 最後結尾跪下 跪下 對 尤其今天 太感動了 今天其實那個 那個定刀哥 定刀哥 定刀哥 嘉賓跟陳思維 他們兩個人的聲音都還沒有好 兩個人都是曾經很嚴重的流感之後 思維說他才好了90% 對不對 你的 我是好 快好 又還沒好 因為這一次感冒也是相當的長久 對 大家都要注意一下 這樣好我們兩位大老師在那裡 龍謙鈺跟張志豐 你們講的不一定代表我這一條要給誰 但我們想知道 像龍謙鈺如果給你選兩個 你覺得今天剛才的表演 第一回表演 你覺得比較好的兩個人 兩位 我選思維 跟誰 跟... 郭忠祐 郭忠祐 也很好喔 因為我喜歡郭忠祐 他唱歌很細膩 然後那個賈音 我覺得很棒 很好聽 他也頂到 頂到 對 很知道 然後思維 我是覺得他唱那個父親的歌曲 因為我跟爸爸的感情 就是很好 有打動到 所以聽起來就... 剛剛有點... 掉眼淚 謝謝 那忠祐是他的 曾賈音的轉換 對 因為唱他自己專輯的歌曲 有出的 好 江志豐老師你選哪兩位 要選兩個 其實我覺得 我很喜歡佳麟 佳麟 佳麟的表現 因為佳麟的表現其實就是 無關是在唱的 還是說肢體語言 或者是聲音的表現度各方面 那毋庸置疑嘛 就是這些專家的表現嘛 是你 對 那如果硬要再選第二位的話 我覺得 我應該會選思維吧 謝謝老師 兩票 對 為什麼我會選思維 因為我覺得 思維今天讓我看到 更有自信 他自信出來 而且他在做最後一句的那個 詮釋的時候 我們不管說這個歌 一定要叫我長 還是說一定要叫我長 他完全是表現出的是 我就是思維的那種 要唱出來給人家感動的感覺 所以一首歌 我們唱歌主要是要讓人感動嘛 其實有一位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唱愛情羅丹那一位 他也是創作人喔 對 為什麼要說一下 因為 因為他是你寫的歌 沒有 跟這個沒有關係 愛情羅丹江志豐下來 對 但是不是因為我們下來的關係 是因為這條歌 我真的聽到有人跟他拿出來比賽用 就是說包括在電視節目上唱 因為我唱這條歌唱就不是不會紅 不然就是皮膚跟沒有一塊好 因為小虎哥當初在唱的時候 他就是運用他所有的技巧 然後一氣呵成把它錄完 錄完之後他問我 我也說 小虎這條歌唱的小虎 我說小虎哥 你不知道你唱哪兒太好了 以後絕對沒有人敢唱 因為太完整 很細膩 對 那我今天聽到你唱真的是 我有經驗到啦 坦白說 你如果平平要跟小虎哥比 可能還有點落差 但是已經是很厲害 對 老師 你又說兩個是誰 其實我兩個是 愛情列車場 對 如果再加三個的話可以啦 我覺得那個... 尤尬對 跟那個... 雅露 尤尬跟尤尬 其實他們兩個我都滿喜歡的 請問一下我們愛情列車場 這很關心耶 我跟你講 現在楊凡著急了 他唱我的歌 如果都沒中心都沒人要看 阿伯沒有人要唱 已經從兩位加到四位都還沒選到 你是不是說 再給我七位我選一選 應該有私心在吧 不是 其實我們是這樣講好了 團幹你應該最清楚嘛 對不對 一般比賽歌手 我不太清楚 真的是神劍的發揮得非常好 現在來講最後一位 最後一位 忠祐 郭忠祐 憲哥 忠祐其實我覺得 他的身線真的是很棒 那如果說有一個比較好的作品 或什麼的話 能夠襯托他的身線 就中了 對 真的就中了 姐姐那個... 愛情列車場還是講得下 點評一下 我講真的 只這個人還沒講而已 如果我是鄭永鑫 我會穿跟他們兩個一樣 你知道那三個一模一樣的 他有這個肩膀在 更有氣勢 如果... 氣場會更想大 你記得要跳 力量 要力量 力量 不要這樣兩根 因為你如果... 因為你缺這個肩膀 你真的不夠 你如果這個肩膀 你自然會做出這種 肩膀的動作 有 就會有這做 有這肩膀下去 它是絕對會增加你的那個氣場 姐姐 如果說成這麼多問題的話 他唱別的歌 愛情列車場我唱就好了 可是我講真的 你可以從來不會跳舞的人 練到這樣子都不容易 你要背歌詞 記歌詞 記舞蹈 那什麼都很難 所以我今天這一個是要選給鼓勵性的 那就愛情列車場了嘛 他... 邰哥 他有私心在喔 他也非常需要鼓勵 是 鼓勵 又用心又花錢 這真的需要鼓勵 但我想有一個人默默跟餘 我今天要鼓勵他的是什麼 他表演的絕不比任何一個人更好 但是他進步中 不斷在進步中 你這樣一講完完全全 大家都理解你在講誰的 愛情列車場 沒有 韓詩琳啦對不對 姐姐 誰啊 各位兩位 詩琳 韓詩琳 好 恭喜... 恭喜詩琳姐 謝謝好 也獲得鎮宇木才行十萬元一券 沒想到是你吧 沒想到吧 這個講我老實講 如果以表演來講 怎麼樣都不會輪到你 因為你是唱那個比較舒服的 但是我一直在看著 這個人在進步中 一次比一次進步 他只要是進步中 因為那個厲害的就是很厲害 英文也拿不到 但我覺得這個要鼓勵 你真的進步中 從你的發音 嘴巴 語氣的用法 聲音的用法 真的在進步中 我要在這邊真的要真心感謝 彬彬姐給我的指教 還有凡哥 有時候我們沒有在錄影的時候 兩位前輩都會告訴我 要怎麼練習發音 要怎麼咬字 所以我自己也默默的在努力中